今天的潛力股,潛力股可以說一下國藥 國藥潛力所在是什麼呢? 第一,今天剛才提到藥物股 看到走勢有反轉的跡象 因為之前的藥物股跌得比較厲害 去年年底走勢很凌厲 藥物股普遍上升 只不過今年以來,藥物股走勢有點失去動力 普遍都由高位調整了不少 國藥都沒有例外,調整了不少 但是這類股份,藥物股 今天開始有少少法力,好像找到支持 所以其中一個要留意 提提大家,藥物股可能有潛力 因為大幅調整完了 其中這隻國藥物股,藥物股也值得留意 就是古之一 原因呢,除了剛才說的整個板塊向外 應該說有機會跌寸定之外 國藥本身是出現一個頭肩底的狀況 雖然這個頭肩底的頭比較長一點 但是呢,左肩右肩的水平,營造時間差不多 所以都算不錯的 樣子都蠻漂亮的 左肩,頭,右肩 只不過美中不足,右肩是低於左肩 有點麻煩一點 只不過呢,國藥本身呢 他的 B呢,是低的 現在現價市盈率7倍 預期市盈率6倍而已 息率呢,其實現價和預期都有4.30 這個不算低的 不算低的情況之下呢 可以成為支持他 投肩底向上的動力 而現在事實上已經突破了 這段時間呢 他可能會再回整一點都不出奇的 因為呢 剛才說了他這個 未中不足就是這樣 右肩就低於左肩 再回整 再速勢有機會 向頭肩底的量度升幅進發 可以留意著 可以將 吸納位定在一個項線水平左右 項線 或者項線對落一點點 項線的水平是多少呢 項線水平就是18.88 指示位置可以放在 右肩又可以 如果嫌軟呢 就放在50天線都可以 17.4 所以呢 如果搜到這位置 再向上的時候呢 也不錯的 量度升幅 因為呢 他整個頭的升幅呢 有大概呢 兩元左右 兩個多 這樣才有機會上21元 到20元左右的 有機會 所以可以留意著 他潛力 以至板塊好像有轉定 以至呢 他本身其實走勢都不錯 喔啊